大家好 这里是安波华语足球快讯 2024年5月4日 周六晚上 德甲倒数第三轮同时展开四场角逐 其中一场强强对话 史特加坐镇主场迎来拜仁慕尼黑登门拜访 M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为了备战更重要的欧冠联准决赛次回合 拜仁金仗应该会做出较大幅度轮换 好彩他们兵多江广 兼且近年对阵史特加总能占据上风 加上后者近期争胜力有所下滑 不妨看好拜仁金扑延续联赛连胜势头 以达到提升士气的效果 一直留意德甲的球迷都清楚史特加经济迎来飞跃进步 长时间排在积分榜前四表现相当强势 必须一提 因为多蒙特在周中欧冠联准决赛首回合击败巴黎圣日门 按照相关积分的计算规则 德甲联赛已锁定下届欧冠联额外参赛名额 换言之 史特加无需再为保住联赛前四而担忧 最后三轮纯属例行攻势 可以预料战役变淡 更需要注意 上轮做客丽华古逊 在比赛木断失球 差一口气就打破对方赛季不败金身 与其惊叹药场命运 倒不如说史特加专注度不足 前轮做客中下游分子的云达不来眉 史特加甚至遭遇了败仗 两场不胜的史特加 二轮军单场失两球 难掩防守变得松懈 乌洛偏逢连夜雨 主力左一位麦斯米兰米图斯达特 与中场安苏米洛特 累计黄牌购述金轮备伐停赛 后卫戴埃苏萨加度 中场尼古拉斯拿迪等人 继续因伤缺阵 阵容不起整的史特加 注定无力打断苦主的连胜势头 尽管被要场打破多年来对德甲锦标的垄断 但败仁并没有就此气馁 在上个月初一场惨遭生班马海灯弦逆转过后 科隆 柏林连以及法兰克福 轮位男大王的出气筒 近三场德甲败仁悉数飘红 军场攻入三球 此等进攻水准 算是挽回不少球迷的信心 接下来 败仁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争取问鼎贯连 以避免赛季四打皆空 无奈本周中准决赛首回合主场 被黄马在比赛尾断破合 四回合出征马德里 注定仕途凶贤 如今败仁能做的就是 周末联赛 通过一场胜仗 提高士气 据相关门户推测 主帅杜曹 此役将进行大面积轮换 也许头号射手哈利卡尼会 留在政权 目的是维持状态 应该不会踢满全场 幸好 败仁与史特加的对赛网季 一直占据上风 其中2018-19 赛季至今 九次前者取得七胜二合 经济首循环 在哈利卡尼没开二度带领下 三比零完胜 更令人放心的是 2010年至今 拜仁做客史特加11次联赛 加两次德国杯全胜 前者只有一次单场入球少于二个 MHP竞技场对南大王来说 绝对是不敌 此番迎面之大 不言而喻 伤兵方面 包括后卫马泰斯迪劣质 攻击手利来辛尼 京师利高文等多名球员 高挂免战牌 考虑到败仁向来 智荣雄厚 这些人 阵不会形成太大影响 安博华语 感谢您的收听 打个men 打个尿 打個尿 打个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